電容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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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經由染色的方式 呈現出所有的蛋白質條帶 也可以用具有專一性的抗體 偵測出特定的蛋白質 這裡示範 如何利用具有專一性的抗體 偵測出特定的蛋白質 操作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 是將蛋白質從膠體 轉移到PVDF膜上 第二階段 則是將PVDF膜與抗體容易反應 第三階段 是利用連接在抗體上的酵素 進行反應 呈現出抗體與特定蛋白質結合所在的位置 拆開三明治組合前 請先準備好 轉移所需的藥品及裝置 你需要一張 與預轉印電容膠體相同大小的PVDF膜 與八張3M濾紙 若樣品後續要做定序或質譜分析 則需採檢略大一些 半乾式電容轉印器 轉印緩衝容易 甲醇 一個保鮮盒 一個三格塑膠容器 口訣 戴手套 鎳子夾紙和膜 魔物乾 而且要零氣泡 在PVDF膜 左下角截腳 以便之後對應膠體的截腳定位 用鎳子 小心卸開PVDF膜 左上角的保護值 用鉛筆 在膜上寫好組別或實驗編號 在保鮮盒中 倒入20毫升的甲醇 在一格三格容器內 各倒入100毫升的轉印緩衝容易 翻開位於中間的PVDF膜 夾起 放入甲醇中 完全近視數秒鐘 至呈現均勻半透明狀 然後夾起 放到一格轉印緩衝衣內 完全靜靠10分鐘以上 若有浮起 則需要用塑膠吸管 輕輕壓下一回 將8張3M綠子 每4張一疊一疊疊好 一起放入另一個轉印緩衝液中 浸泡10分鐘以上 首先小心推出三明治組合 兩邊的間隔條 使兩邊產生空隙 再將一條間隔條 斜深入空隙中的一角 利用槓桿原理 撬開玻璃片 並慢慢掀開 舉出 如果有困難 可以滴入幾滴蒸餾水 或者電容緩衝液潤滑 小心不要拉破膠體 通常膠體會留在鋁片上 用蒸餾水沖洗 並免沾黏得太緊 可以試實驗需要 決定是否分切膠體 找出上下層膠體的界線 一間隔條或刀片進行裁切 注意裁切要徹底 避免拉扯 產生鋸齒狀切面 切掉上層膠體 將裁切掉的上層膠體撥出 放到插手指丟棄 以免沾黏到物品 先在膠體左下方截角 以辨識方位 把膠體合鋁板翻轉向下 一間隔條 撩撥膠體到第三格 裝有轉應緩衝液的塑膠容器內 可以觀察到膠體會因為重力而加速滑落 浸泡越久 膠體會因為吸水而變大 萬一撥下時膠體捲起來 可以用健可條撥平 肉樣品後續要做定序或質譜分析 則需浸泡10分鐘以去除SDS 若不做定序或質譜分析 則不需浸泡 直接進行堆疊 打開半竿式轉應器的上蓋 在底座的鐵板上 以膠帶貼出四個與下層膠體大小一致的框框 用鑷子 夾取四張近濕的3M濾紙 低調過多的轉應緩衝容易 平鋪在框框內 然後 小心的疊上已經浸潤的PVDF模 有標示主別或編號的內面要向上 對齊一個直角從一邊慢慢平躺下去 不要拖拉 磨合濾紙之間不可以有氣泡 用塑膠吸管 在PVDF模的中央 低一些轉應緩衝容易 以保持潮濕 並請隨時注意補充 千萬不可以讓PVDF模乾掉喔 將手套用轉應緩衝容易沾濕 兩手小心的拉起電勇膠體 讓膠體結角的那一邊 對到PVDF模結角的那一邊 且讓分子大的蛋白質會出現的內側 盡量與PVDF模的邊緣對齊 然後 從一邊慢慢平躺下去 不要拖拉 膠體和PVDF模之間千萬不可以有氣泡 請注意鋪上電勇膠體最好一次就成功 以避免多次重鋪時 膠體上的蛋白質會亂沾到PVDF模上 這樣會造成影像重疊或者是假訊號 最後 再疊上四張 近濕的3M濾紙 用間隔條切除膠體多出來的部分 並移出轉應器 轉應前 請用波棒輕輕滾過 排除多餘水分 使紙、膜、膠體、密合 增加轉應效率 請務必擦乾鐵板上多餘的水分 以免殘留於機器上 形成短路 燒壞機器 如果是多片膠體一起轉應時 請在最上層的濾紙中央 滴上數滴的轉應緩衝容易 避免長時間轉應造成過乾、斷電的現象 蓋上電勇轉應器上蓋 依照預轉應的電勇膠體 它的面積總和、設定電流、還有時間 完成後就可以開始進行轉應 多片膠體一起轉應時 可以壓上一瓶一公升 有蓋子的水平或是一盆厚素 以增加轉應效率 可以利用轉應期間清洗並擦乾所有用過的配件 並歸位 若轉應容易乾掉 機器會顯示Dry的字樣 請打開蓋子 在最上層的濾紙中央處 補充速滴、轉應緩充容易 然後再繼續進行 電壓通常會有5伏特 慢慢升至9伏特左右 機器保護裝置設為30伏特 如果超過它會自動斷電 轉應時間到時 機器會發出聲音並且自動停止 接著關閉電源、打開上蓋 用鑷子、翻開濾紙 取出電容膠體 用鑷子夾出PVDF膜 觀察有顏色的分子量標記、轉應的情況 推測轉應是否成功 假如電容膠體上 還有許多顏色的分子量標記殘留 表示轉應的不夠完全 轉應完的電容膠體 也可進行Commerce Blue G250染色 確認蛋白質殘留的狀況 若轉應結束 無法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的抗體容易反應 可將PVDF膜用蒸餾水稍微潤洗一下 放在插手紙上晾乾後 收純於小夾鏈袋內密封 並標示清楚 暫時放置於4度C冰箱內保存 或是將PVDF膜放入夾鏈袋後 立即加入10毫升遮蔽容易 密封並標示 暫時放入4度C冰箱保存 如果PVDF膜在保存過程中不小心乾掉了 整理需要用甲醇在充分浸泡後 才能夠再繼續進行實驗 若轉應結束 要繼續進行第二階段與抗體容易的反應 則一樣將PVDF膜取出後 放入夾鏈袋內 立即加入10毫升遮蔽容易 密封並標示清楚 至於室溫下 溫和震盪1小時 使用過的濾紙及不要的膠體 請清理乾淨 壓在機器上的水瓶請倒掉水後歸位 關閉機器電源 並依照指示沖洗、擦乾、晾乾 以避免眼淚腐蝕金屬板 造成轉印不佳 還用甲醇的肺液 也請回收至指定出 請先準備好進行反應所需的藥品及裝置 首先是清洗溶液 通常是PVST 再來是遮蔽溶液 通常是PVST 再加上脫脂奶粉或明膠 一級抗體反應容易 通常是遮蔽溶液 再加上一級抗體 二級抗體反應容易 通常是遮蔽溶液 加上連接有酵素的二級抗體 抗體反應後的保存溶液 通常是PVST 蛋白質抗體反應專用保鮮盒 需要先用酒精 充分洗淨後備用 並標示好組別 一般的保鮮盒 反應注意事項 千萬千萬不要讓膜乾掉 容易震盪時 要能充分與膜接觸到 若是轉印完 並盡量剛保存的PVDF膜 則須先用鑷子取出 放入裝有10毫升甲醇的保鮮盒內 完全近視數秒 至呈現均勻半透明狀 再移到 裝有10毫升蒸餘水的蛋白質 專用染色盒內 以蒸餘水潤洗3次 然後換成20毫升的遮蔽溶液 再室溫下溫和震盪 反應1小時 再倒取遮蔽溶液 注意 千萬不要為了節省遮蔽溶液 而把數張轉印膜疊泡在一起 若是轉印完 直接泡在遮蔽溶液中反應1小時 或者是過夜的PVDF膜 行至夾鏈袋中 用鑷子取出 放置蛋白質抗體 反應專用保鮮盒中 在遮蔽溶液之後 一級抗體反應之前 通常不需要用清洗溶液清洗 以免降低遮蔽效果 但若因實驗需要 可以在倒去遮蔽溶液之後 以20毫升的清洗溶液 震盪清洗10分鐘 然後倒掉 加入10毫升的一級抗體反應溶液 蓋上蓋子 在室溫中震盪 反應1小時 倒去一級抗體溶液 以20毫升的清洗溶液 震盪清洗3次 每次5到10分鐘 要注意的是 清洗的目的 在減少一級抗體 與其他蛋白質間的非專液性結合 所以第一次的清洗衣要趕快倒掉 加入10毫升的二級抗體反應溶液 最後 再加入抗體反應後的保存溶液 PPS 蓋上蓋子 正當清洗一次 需要5到10分鐘 完成後 容易不要倒掉 然後就可以暫時保存 準備進行偵測反應 這裡示範ECL化學冷光偵測法 請先準備好反應所需的藥品及裝置 首先是ECL試劑組 包括反應溶液及受值 區鮮計算好用量 每平方公分的PVDF膜 約需AB試劑各0.05毫升 足以A技需要B光 冷光影像系統 請先開機 設定好操作軟體 ECL專用保鮮盒 用酒精充分洗淨後備用 並標示好組別 再以錫波紙包裹好 還要準備鑷子、手套、口訣為 戴手套、用鑷子、手次序 而且要掌握時間 由於倒入ECL混合容易後 即會開始產生反應 請先一日暗示中 在影像系統旁再進行操作 在暗示中 將等體機的ECL AB試劑混勻 於室溫中靜置 閉光反應3分鐘 用鑷子夾起PVDF膜 稍微滴乾PBS容易 有些組別或編號的內面朝上 即接腳位於左下 在橘色Mark的左邊 用鉛筆點個小點或畫劑做記號 這樣可以方便之後對照分子量標記 以推斷目標蛋白質橋帶的分子量 接著打開ECL專用保鮮盒的蓋子 把PVDF膜放入 反應試劑要能充分覆蓋到PVDF膜 也可以用塑膠吸管吸取混合好的ECL試劑 直接加在PVDF膜上 完成後閉光反應1分鐘 請注意掌握時間 反應結束 打開蓋子 在暗示中 迅速用鑷子 將PVDF膜夾起 讓ECL反應容易 低級低在黑色層盤上 有些組別或編號的內面朝上 即接腳位於左下 放好 磨合黑色層盤間不可以有任何氣泡 用擦手指 視去膜外過多的反應容易 以免干擾偵測訊號 迅速置入影像處理系統內拍照 以免反應訊號衰減 會影響到偵測結果 接著就可以開始操作影像處理系統 請參與您的操作講義 蛋白質轉應量的多寡 抗體效價的高低 以及操作時間的長短 會影響到曝光時間 通常約在30秒 到300秒 請依照現場結果 調整及記錄 操作結束 清理所使用的場地 恢復整潔 帶走剛剛帶來的所有物品 迅速的離開暗室 本影片到這裡結束 感謝您的收看